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用PS4游戏机在港幅的PSN商城购买了几个游戏 用支付宝支付的 全程体验是怎么样的 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去年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也做过一个视频 那时候分享的是用点卡 先给PSN账号充值,然后再购买游戏 这次用的是支付宝 在国内用支付宝还是比较方便的 至于价格嘛 点卡要便宜一点 但是支付宝也不贵 它也会转换汇率 而且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所以这次用支付宝 估计以后我也会用支付宝来支付购买游戏 现在港幅的PSN商城正在进行圣诞促销 两折起 一直到明年2022年的1月7号结束 趁这个机会把自己想买的游戏先收一下 施以说玩不玩那是以后的事 下面正式开始 先回到主界面 来到最左侧的商城 左侧菜单有一个优惠 现在第一个就是节日限定优惠 第一至两折 点进去 从这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 其实在电脑上我已经把想买的游戏先加到了购物车里 有漫威蜘蛛侠 如龙铃 还有乐客乐客 还有荒野大标客2 这四款游戏都是我想要的 其中乐客乐客是给孩子玩的 也可以从这里面找 点击漫威蜘蛛侠 购买按钮会变成在购物栏中 这个购物栏也就是购物车 如果购买的话 它需要一起购买 如果只购买一个的话 需要把另外三个逐个删掉 删除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用左摇杆移动到游戏的左侧有一个叉子 然后点一下确认 这样就可以把不需要的游戏先删掉 从购物车里删掉 我们先买一个乐客乐客吧 这个游戏是27港币 第三个是支付宝支付 可以用国内的支付宝 在这里显示的还是27港币 点击继续 然后会出现一个白屏 那这个白屏呢 等待时间会长一些 等支付完成之后 也会有一个白屏 这个白屏时间也会长一些 等待白屏时间的长短 要看你的网络和这个PSN港夫商城之间的网络质量情况 现在出现的是22.2人民币 它的换算是27港币折合成22.2人民币 然后掏出手机打开支付宝 扫描二维码 确认支付就可以了 这段支付过程时间会长一些 我不做剪辑 供大家做参考 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个PS4 Pro 他开始也尝试过用点卡 往PSN账号里面充值 但是可能是因为网络的原因 他这个充完之后 这个白屏时间特别长 他以为死机了 就强制关机了 强制关机之后就不能开机了 后来他把这个PS4 Pro带到了游戏店去修 维修的师傅跟他说 你这个硬盘坏了 需要换硬盘 后来他又花了一千多块钱换了一块硬盘 有了这个经历 他再也不敢去PSN购买任何游戏了 支付宝和充值点卡他都不敢了 真是一年遭蛇咬十年怕警生 现在他只玩光盘游戏 现在又回到了购物车 刚才用支付宝付款并不是购买 而是把钱冲到了PSN这个钱包里 下面开始正式购买 点击前往结账 他自动会从PSN账号的这个电子钱包里 有27港币来支付这个游戏 确定购买 现在购买成功 可以进行下载2GB 我们点击下载继续购物 再买一个蜘蛛侠 如果刚才没看清楚的同学可以再看一遍 先来到商城 左侧的菜单 第二个有一个热门内容 在热门内容里第一个也是当前的促销 在节日限定优惠里 也就是圣诞大醋 在里面找的游戏 现在双人成型也不贵 159.5港币 这是今年TGA的最佳游戏 我感觉这种第三方游戏 这种全平台游戏 没必要在PSN里边购买 比如这个双人成型 我买的是XGPU的版本 在电脑上玩的 三年只需要158人民币 另外我在电脑上有双手柄 如果用PS4玩的话 还需要再买一个PS4的手柄 我在电脑上玩的双手柄 一个是PS4手柄 还有一个是XBOX360的手柄 虽然画质只能开中低特效 因为我那个响卡非常弱 是RX560 4G 但是也基本上能保证40多帧 1080P中特效 好下面我们正式来买漫威蜘蛛侠 在这款游戏刚发布的时候 我看过视频 并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游戏媒体把它捧上了天 因为我之前在PS2游戏机上 体验过蜘蛛人 那种感觉我是知道的 开始感觉不错 挺刺激的 但是玩着玩着就有点腻了 所以在PS4版刚发布的时候 我并不喜欢 现在发布也有几年了 媒体炒作的热度还是不低 再加上我是一个容易被忽悠的人 所以还是买了吧 因为一直也惦记着也没玩过 毕竟它还是一个独占游戏 所以我想还是买来体验一下 就算不玩 偶尔爽一把也可以 漫威蜘蛛侠这款游戏的光盘版 在咸鱼上的价格是160多块钱 它那是一个标准版 现在港服的PSN商城 它这是一个年度版 好像多了一些DLC 说到年度版 我之前还买了一个地平线黎明时分 也是年度版 比标准版要贵一些 当时也花了是130多港币吧 具体忘了 那个游戏只开了一个头 也是开放世界的游戏 只开了一点点头 后来就删除了 也没再玩 我希望漫威蜘蛛侠我能玩的更久一些 购买方法是一样的 还是先充值后购买 这是138.6港币 点击前往结账 选择支付宝 点击继续 这个白屏有点长 我先挑过 换算过来的价格是113.94人民币 掏出支付宝 扫码付款 支付以后等待的时间我也挑过 现在充值完成 目前电子钱包的余额正好是游戏的价格 138.6港币 充值的白屏等待时间长 那购买的蓝屏等待的时间也不短 我直接跳过 游戏购买完成之后 有一个本体 43.3G 还有三个DLC 都是小两个G 现在逐个下载 这个视频教程 购买了两个游戏 你学会了吗 我建议各位啊 一定要理性消费 不要冲动消费 也不要盲目消费 也不要跟风消费 其实我还有两款游戏要买 一个是如龙灵 另外一个是荒野大标客2 这两款游戏都是全平台游戏 在PC上还有XBOX上全都有 那我为什么还想在PS4上玩呢 是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如龙灵的时候 是在PS4上玩的试玩版 试玩版通关之后感觉很不错 但是我没买 后来在PC上也体验了一下如龙灵 好像默认没有中文需要打不定 虽然我当时用的是GTX1066相卡 性能其实也还是可以的 但是玩的感觉不如PS4舒服 虽然都是中文也都是1080P的高特效 但是那个感觉就是不如PS4上来的舒服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还有那个荒野大标客2 也就是大表哥2 我在电脑上也体验过 用的也是1066的显卡 它那个在1080P下高特效 帧率很不稳定 40帧左右 也并不是很喜欢玩 但是我想在PS4上体验一下这个游戏 这个等以后吧 因为这款游戏现在在Epic上 只有40多块钱人民币 我还有可能买PS4的光盘版 这款游戏是两张光盘 二手价格只有120多块钱 很便宜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便宜 我买东西一般是这样的 不会盲目冲动消费 我会先沉一沉 沉一段时间 看看是否还想要 那如果这段时间总是想要 那说明内心可能是想要 所以最后一般都会买 即便买回来也没有什么用 但是也会买 可能是内心深处 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想要 好了 这个视频和教程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阿柴 我们下次见